埃及表示将会在5月23日至24日举行总统选举 这是人民一年前起意推翻独裁领导人穆巴拉克以来的首次大选 埃及选举委员会主任法鲁克·苏尔坦说 如果候选人都未有获得过半选票 第二轮选举将会在6月16日举行 他说最终的选举结果将于6月21日公布 从前总统穆巴拉克首中接过权力的埃及军事统治者已经承诺 在6月底之前将权力移交给民职领导人 苏尔坦说总统候选人将会获准从4月30日开始竞选活动